刚才从动作来说 他没有完全放开 所以还是年轻动员 他还是比较比较紧张 特别是高地杠出现这个问题以后 又特别想比好 所以说在 所以一路员 我们要去一路员 就是说你在做动作的时候 一定要有信心 一定要放开这个 自己的手脚去赶发力 如果你不赶发力的话 你就觉得出现这个问题 要气血这个动作很难的 前驯是一个意图的难度 不过他是不是原计划 会不会还要接一个地组的这样 为了达到0.1的加分 掉下以后就没了 那个加分没了 而且中间那个前艇 小单后驱的那个DBC 好像中间停了那一下 也不知道会不会被认 因为现在从刚才邓零零的打分看 裁判是对我们的要求 还是非常的有用 这样的话 对平成目这个项目 我们取得更好的成绩 受到一定的影响 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 我们在荷兰露特丹 Ahoi体育馆为您现场转播的 2010年世界体操锦标赛 女团决赛 已经比完了三轮 目前中国队131.548 领先于俄罗斯队0.15分 排名第一 最后一轮中国队和俄罗斯队 要比的项目是自由操 在自由操这个项目 首先从上场的每个队的 三位选手的难度来看 俄罗斯队两位能做5.8 一位是5.7 那么中国队友的难度 是在5.4到5.9之间 所以应该从难度上来看 起步相当 最后在这一项 在前三轮又咬得这么紧 最后一项主要就是比两个队伍完成质量 美国队前三轮之后排在第三 美国和中国队的分差在2分 美国队最后一项 也是一个比较强的项目 他们要比的是跳马 好 首先我们来看 黄秋爽的自由操 900接360 可惜他一只脚出了键 这样扣到0.1分 自由腿水平的720度转体 曲体穴 一组的空翻 落地还是比较稳健 感谢观看 后续两周结束 感觉这个地方 有一小步 不错 防球场这套自由操 还是很好的完成了 因为这个633就比的是一个稳定 从目前这个场上的 这几个项目的进行的情况看 俄罗斯队 中国队 包括美国队 都会都出现了一些失误 所以说这些的比分还是比较胶着 可能到最后一个人次 才能区分了最后的名次 所以比赛就是扣人心弦 最后一轮呢 中国队是先比自由操 比完了以后呢 这个俄罗斯队 后三位选手才上场 现在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在这轮当中比跳马的 罗马尼亚选手海部 他要跳的是 1345.8的难度 是后支720 他完成的还是比较好 往后跳了一小步 罗马尼亚队在前三轮之后 排在的是第四位 这轮他们是和美国队一起 去比跳马 得分14.70 好来看一下下面要出场的 衰路的自由操 衰路的自由操也是中国队里最强的 嗯 他是难度最高的 来看看他的这套动作 黄秋爽的得分是14分 第一分是5.4 一分是8.7 这个分还是比较紧的 因为在 下面要出场的 就是在之后要比的 自由操的俄罗斯队当中 他们三个选手 两个5.8 一个5.7的拳套 所以呢 中国队一定要在 完全上 出色的发挥 因为难度上可能要稍微低一点 现在随路开始准备 自由操的几下 快速 后值17080 这是个B1的连接 加0.2 落地的时候往后跳了一步 要进行扣分 转体 空中转体还是非常正的 900届全职 这又是一串连接 这是DB 又加0.1 这一串跟头的完成 还是非常准确的 COK水平的720 D组的转体 也很到位 如果这种 转体如果不到位的话 会被降组 获得扣分 第三串 五百四三百六 交换腿接环 C组的跳步 到目前为止 随路的动作 基本上完成的还是不错的 除了开场 有了一小步 高据腿转720 第一组的转体 希望随路这套动作 能给中国队 再增添一些分数 后期两周结束 站得非常稳 仅仅一小跳 这样的话 他的这套自由操的话 给中国队能拉一些分 是的 因为自由操 对中国队来说 是最后一项 而且随路又是 在这个项目上 难度最大的一位选手 所以他要把这套动作比好 对中国队 是非常 就是作用很大的 因为中国队先比 最后是俄罗斯 看着中国队的结果来比 这样的话 对俄罗斯队 是非常大的压力 1080度 有一小跳 这可能要扣到 0.1到0.3 但是其他集团 更多反正 还都是落地 都非常稳健 900前直 包括后500四 接前500四 都是基本上 比较准确 包括最后结束的后期 两周 他还摆脱了 平和木前局 这个失败的意义 这样的话 为团体在做自己的贡献 我还在做自己的贡献 最后得分的是14.733分 难度是5.8 一分是8.933 那么最后要上场的就是江玉元 是5.933分 后540 后直17080的 飞翼间接连接 加0.2 完成的还是比较干净 反胜后空翻两周 空翻很高 墨地很稳 还有新疆风格的 掀起你的盖头来这个曲 去掉来编的自由操 对延续了08年奥运会的音乐 900前级 差一点 动了一脚步 重心有点靠后 曲抵护攻翻两周 基本上 脚好地完成了自己的拳套 看最后裁判怎么给分 江议员这套动作比完之后 这次女团 中国队的决赛 就已经全部比完 下面就要看我们的对手 俄罗斯队的这个项目了 现在电视在慢镜头回放 她的江议员的几套 几串主要的一些跟头 她跟水路在拥抱 中国女队也是完成了 他们四个项目的比赛 虽然有所失误 但是还是最后一项 自由操还是顶住了压力 较好地发挥了自己的水平 自由操这个项目呢 之后要上场的俄罗斯队 从他们自个赛来看 难度稍微要比中国队 那么高出0.23左右 这是在正常情况下看 所以现在就看俄罗斯队 在下面的比赛当中 他们的这个完成质量如何 一套动作的完成分组 出的比较快一些的难度分呢 要在商区或者在认定之后 才会打出来 所以我们现在还要等一下 江议员的最后成绩 她的 在我们的字幕机上 已经显示出来了 她的这个难度分 冒出了原有的5.7 完成分18.8 14.5分 这是目前我们这个字幕系统提供的 以后我们来看一下最后确定的分数 现在已经打出来了 14.5分 目前中国队已经全部比完 总分是174.781 目前已经比完了所有 全部项目的还有罗马尼亚 罗马尼亚呢是173.096 现在就要看 现在是看到美国队的跳马 前三轮之后美国队是排在第三的 跳马是他们比较强的一项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